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微提咖啡的Frank 哇 這一週我們的咖啡圈 有重要的活動正在舉行喔 那就是一年一度的 WCRC台灣賽區的烘豆賽 正在台灣咖啡協會如火如多的舉行 那在台灣呢 大約百位的烘焙師呢 正在呢 戰戰兢兢的 在這三天的賽事當中 希望能夠脫穎而出取得夾擊 那說到烘焙這件事情呢 還有很多朋友呢 對於烘焙呢 可以是說 只敢遠觀不敢敬蜿蜒 雖然有興趣 但是不敢貓然的進入 今天就由我來 跟新手朋友們來溝通一下 瞭解烘焙一定要先掌握 五件事情 今天我們用的是ROST 這一台烘豆機 那它是北歐居家烘豆機的 定級設備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那它用的是110的電 它加熱速度暖機的時間呢 非常快 只要兩分鐘 它就會達到基本的工作溫度 那首先呢就是要掌握入豆溫啊 簡單的說就是你一開始要把烘豆機呢 預熱到極度開始烘焙 基本上來講入豆溫呢 最主要是取決於你的烘豆量 假設你是滿鍋的話 你可以照著廠商所建議你的入豆溫來操作 假如呢你不是滿鍋 你只有用到50%或者30%的深豆入豆的話 你可能就會遇到烘焙節奏過快 或者甚至呢 咖啡深豆灼傷的問題囉 你就要稍微降低你的入豆溫 舉例來講的話呢 假如你滿鍋的時候用的是200度 你假如用的是500克的話 我可能會建議你用175度左右 假如你只有用到300克入豆溫 可以下修到150度哦 那你烘焙節奏才不會過快 同時呢也不會灼傷你的咖啡豆 第二個部分呢是朋友們要了解 什麼是反轉點 也就是turn around point 當我們的咖啡豆呢 投入到我們烘焙節奏的時候 溫度探增 感測到溫度會急速的下降 還記得我們剛剛的入豆溫嗎 入豆溫假設你170度的話 投入深豆之後 它會不斷的往下探 探到一個點之後 開始往回升了 我們把它稱為反轉點 有人把它簡寫成TA 也就是所謂的turn around point 反轉點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個它是你烘焙的起點 我們都知道烘焙結束有一定的溫度 對不對 那你的起點假如越低的話 你整個烘焙的路徑就會更長 節奏會比較慢一點 有機會培養出咖啡更好的 醇厚度、甜感等等的 想要你的路徑是比較短的話呢 有機會可以培養出咖啡比較豐富的香氣 以及明亮的酸質 採取哪樣的方式呢 當然就由各位朋友來測試一下 來決定你比較喜歡的風味是什麼 第三個非常重要的呢就是 每分鐘升溫速率的重要性 在英文有個詞彙叫 the rate of rise 所謂的ror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它關乎著我們咖啡豆呢 是不是正常的受熱 一開始假設熱度調節都不變的話 你會發現一開始的時候 ror會非常高 隨著烘焙不斷推進的話 ror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這個是咖啡豆呢 在導熱是很正常的一個情況 那相反的 假如你發現 你的ror是一個不斷的推升的方式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你在後段給過大的熱能 或甚至呢你的排風上面有一些問題 導致熱能蓄積而出不去 咖啡比較容易出現一些不正常的膠補味 所以我們比較建議初學者的ror 最好是不斷緩降的一個趨勢 那到底一開始要拉到多少 最後要降到多少才是一個正常的範圍呢 那還是根據不同的烘焙機的廠商 跟你相關的建議 好那第四個 就是我們在烘焙的過程當中 會發生兩次的爆裂 我們把它分成第一爆跟第二爆 一般來說在精品咖啡很少接觸到第二爆 那第一爆開始發生 一直到我們烘焙的結束為止 這一段時間 我們把它稱為發展時間 發展時間的長跟短會影響到咖啡本身細緻的風味 通常而言發展時間越短的話 你的酸質會越明亮 你的香氣會越突出 發展時間越長的話呢 你的甜感跟唇厚度以及尾韻會表現得更好 但是過短的話呢 會導致你烘焙可能整個熟度還不夠 甚至會有一些酸色味 那相對的 假如說你太過頭的話呢 你會有不當的一個交譜味 那發展時間到底是多少才是適當跟正常的呢 一般來說 約莫都在一兩分鐘左右 所以我建議你先從一二分鐘左右 來做測試 假如達不到你的預期 你再去做相關的修正 縮短或者是把它延長 那最後呢就是什麼時候該結束你的烘焙啦 我會給各位朋友最好的建議就是 烘焙的結束先看溫度 那有沒有一個指標給我們呢 有的在我們SE的教育上面有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中途點 所謂的midway point 中途點是你烘焙一開始 決定我們咖啡品質很重要的一個弱點 那假如說你都不知道這隻豆子的屬性怎麼樣 我都建議在中途點下豆就可以了 中途點指的就是一爆開始的溫度 跟二爆開始的溫度 加起來除以二 這中途點通常就是我們杯側用的一個烘焙度的點 OK好那以上跟各位朋友分享 新手一定要了解的五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從我們的入豆溫一直到我們烘焙結束 我其實非常建議玩家們有了咖啡機 有了手沖機之後呢 下一步呢就可以考慮做居家的烘焙了 希望呢今天的影片對各位朋友有一些幫助 那喜歡影片的朋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通知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請給我 gehabt